我们的调研场地是盛华公寓门口的校车停靠点 曾经过对校车场地的定点拍摄 红色部分是学生早晨乘坐校车的高峰期 发现该场地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标注部分是路口发生了严重的拥堵 几辆公交车同时停在路口 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形式 在下雨天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天气问题 学生大多数选择乘坐校车或公交车 随着使用人群增加 让拥挤的路口显得格外混乱 这是7.40到7.55空间使用人数情况统计 这是我们对该场地一天的延时拍摄 红色部分为高峰时段 早晨是校车运行压力最大的时候 但在有关人员的协调下缓解了排队的压力 这是校车在不同时段的停运的位置变化图 早晨校车停靠在正式停靠点 而其他时段则停靠在非正式停靠点 真是假导 真是疗轻得比赤 命运要用 由于公交车不进站 学生都堵在十字路口上车 从而造成了十字路口的交通压力 为了发现校车在运行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进行了追车拍摄 通过记录 我们发现了校车拥堵路段 分别为升华公寓门口 天桥下 清水路与后湖里交叉口 以及新校北门口 平均时速为15-30千米每小时 其余畅通路段速度为45千米每小时 接下来我们跟踪拍摄了一位同学的乘车过程 大家好 我是建筑与艺术学院打散的学生 王怀宝 我们的教室离得比较远 和网上一样 我选择做校车上课 排队的人很多 大家都相对来说比较挤 好不容易挤上了校车 校车开动后先驶入了清水路 今天的路况相对来说比较好 在天桥下面并没有拥堵的现象 然后我们就到了赤铺的路口 遇上了红绿灯 很快呢我们就到了那个河湖小区 这段路况相对来说因为天气比较好嘛 所以今天车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一个大转弯呢我们就驶入了麻原路 这样的就离我们教室不远了 麻原路相对来说跟网上还是比较堵的 然后我们又在校门口呢停了下来急急忙忙的就去上课了 是7点半改改变线路 你看 我们就7点半改那边去 因为其他的时间段没人 没那么多人 是高峰 7点半是高峰 就早上和中午1点半是高峰 而且是整个一天最忙的就是早上 几点半 早上这个路口的压力会比其他时间要大 就这个原因 现在我们把长销车的路人行人全部引到那边上车之后 这边这点关门现在压力就超 把公交车摆一排过去 把公交车逼近站 我们同学我们喊不了 但是公交车他应该进站嘛 不让同学从那里上车他就得进 把马蚁体维持一下 公交车都堵到这里不 现在他们把那个信拿了就好一点不 这个加上我们这边人叫一下 他们拿去那边配合一下都蛮好的 就像这种排队不是特别的那种明显 有时候明显我先到的后来的人也能起进去嘛 主要就是上下学这个大家这条车不规范吧 不排队 插得到没 排队有点乱 队太多了 这场地确实很粗糙 改的话就排一下对面那种改规范一点吧 就是有规范人排队的那种 可以改的话能不能从后面 就是有行校车从后面那边走 哦就是路线改队 我们整合了此次的调研材料 发现了校车停运场地存在的问题 并将在接下来的设计中对该场地进行改造